乞业GPT如何零门槛升级为plus账户 我的方法基本上可以说是 有手就能够成功 即使我们没有任何信用卡和银行卡 也可以成功购买plus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乞业GPT推出了官方的苹果APP 重要的是乞业GPT的苹果APP 可以内购plus账户 相信很多小伙伴使用乞业GPT 最头疼的就是plus账户的付款问题 一方面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是不可以的 必须要美国的信用卡 另外一方面对于付款的IP要求非常的苛刻 在我帮助了几十个小伙伴升级plus账户之后 我的所有的IP都被封控 导致没有办法付款成功了 而GPT苹果APP的出现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在付款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一定要有美国的信用卡了 即使我们没有任何信用卡和银行卡 也可以成功购买plus 苹果商店内购费用是19.99美元 比网页购买还便宜一点 其次是我们直接在苹果商店付款 不需要特别注意IP的问题 裸联也可以付款成功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向大家演示一下 KiteGPT如何零门槛升级为plus账户 我的方法基本上可以说是 有手就能够成功 那我们开始吧 由于KiteGPT的APP目前只在苹果的应用商店有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操作是必须要有一个美国的 苹果账户 如果说没有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苹果美国账户的申请教程 不需要有美国的信用卡 也不需要美国的地址 整体的申请过程可以在五分钟内搞定 有了美国的苹果账户之后 我们就正式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打开苹果的应用商店搜索OpenAI 点击OpenAI加GPT下载 这个APP是昨天推出来的 仅仅半天的时间下载量就冲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非常厉害 打开APP之后 默认界面是一个新的聊天窗口 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选择设置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订阅状态是免费计划 我们点击下面的升级到加GPT plus 接下来就会跳出订阅确认页面 我们点击订阅 就会跳出来苹果系统的内购界面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付款 经过我的实际测试 可以成功的付款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在苹果的商店 点击右上角的头像 点击账户 选择管理付款方式 选择添加付款方式 然后在这个界面输入 美国的银行卡或者信用卡 必须要是美国的卡 中国和其他地区的银行卡都是不可以的 绑定成功之后就可以直接从银行卡扣款了 这种方式最方便 但是要求最高 如果对申请美国银行卡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 观看具体的申请方法 第二种是通过美国的PayPal账户付款 我们同样的来到美国苹果商店的管理付款方式的页面 我们选择付款方式为PayPal 然后添加自己的美国PayPal账户就可以付款了 通过美国的PayPal付款不需要美国的银行卡 因为美国的PayPal是可以直接绑定国内的外币信用卡的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国内发行的外币信用卡 绑定到美国的PayPal账户内 接下来就可以顺利的付款成功了 我自己绑定的是招商银行的外币信用卡 在美国PayPal是可以顺利付款成功的 比如说我的这笔交易 就是通过美国PayPal支付苹果商店的账单 美国PayPal的注册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有一张实体的美国手机卡 然后直接到PayPal官网输入手机号码 就可以注册完成了 通过PayPal付款不需要美国的银行卡 只需要一次绑定 之后就可以自动从我们的PayPal账户卡片扣款 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介绍第三种方式 不需要美国的PayPal账户 也不需要美国的信用卡 也不需要美国的手机号码 只要我们有国内的珠宝账户就可以购买了 有些奥巴人会问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你是在骗人的吗 别着急 我们一起来操作 这种方法有手就能够成功 第三种方法 其实就是通过苹果礼品卡来进行内购 我们通过购买苹果礼品卡 然后把礼品卡充值到苹果的商店 接下来在订阅JGP Plus的时候 付款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从商店的余额里面来进行扣款 不需要有任何美国的 或者其他国家的信用卡就可以了 好消息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宝 其实是可以直接购买苹果美国礼品卡的 通过大陆知识宝购买 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大陆的银行账户就可以了 或者知识宝里面有余额就可以购买 礼品卡的购买面值最低是2美元 最高是500美元 大陆知识宝购买美国苹果礼品卡的方法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我之前制作的视频教程 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 整体的购买操作我们两分钟就可以搞定 我现在是刚在知识宝里面购买了20美元的苹果礼品卡 我把它充值到我的苹果账户里面 打开看到现在的余额是20美元 接下来我们回到加GPT的订阅页面 我们点击付款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付款成功了 我们已经成功升级为plus账户了 我们回到聊天页面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能够选择GPT4模型了 手机APP购买的plus会员 在网页端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只要我们登录的是同一个GPT账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到苹果商店里面看一下我们的余额 可以看到现在余额是0.01美元 所以我们刚才升级plus的费用 就是从我们刚刚充值的礼品卡里面去扣除的 是不是感觉这种方法很简单呢 这个也是我目前发现的最简单最方便的一种 升级plus的方法了 通过这种方法 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自己操作来升级plus账号 不需要再花高价去找任何人去带充 那有的小伙伴会觉得plus账户我想用 但是一个月20美元的费用感觉有点贵 有没有低成本体验的方法呢 当然是有的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做合租生意的 通过合租我们可以一个月只需要30人民币 就能够体验到plus的功能 包括gbt4模型 当然既然是合租肯定是几个人在共用这个账户 所以说非常在意自己聊天隐私的小伙伴 可能不是很适合这种服务 这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如果对gbtplus合租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了解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视频的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